前面呢咱们处理了这个单调性 极值极其求法 那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问题 就是函数的最值 那这个最值问题呢 相对极值问题啊 应该说更简单一些 因为它有理论的保证 就是在有界bg上 连续函数的最值 最大最小值都是存在的 所以呢我们只需要去 找到那个最值的可疑点 然后把它给找出来 矮子里面拔肠子 就经常讲这个 就是视频里面拔将军 对吧 把它拔出来 最大最小的算出来就OK了 那至于说极值问题呢 实际问题 那有更特殊的一些手段 因为实际问题的话 既然问了 那自然它的这个极值 或者说最值是存在的 所以呢我们在做题的时候 只用去考虑它的注点就可以 好 咱们先来看这个有界必须先上 这个连续函数的这个最值问题 这个应该是加一个条件 连续函数 是吧 你不连续的话呢 当然没法提 连续函数在b期间上的最值 怎么去求解 因为有理论的保证 最值定理 所以我们现在只要去找它的可疑点就OK了 好 在ab b期间内呢 所有可能的极值点要求出来 所以可能的极值点 包括注点不可导点 这是内部的 这是内部的 那么端点呢 要单独考虑 因为端点有可能是这样的情况啊 单调症 对吧 那端点这个也不是极值点 这也不是极值点 但是它就是最值点 所以这个端点要单独考虑 所以这样的话呢 得到了n加2个点的可疑点 所以的可疑点 比如说是n个 那端点呢 单独拿出来 然后去算它们的函数值 这个问题也不大 有限的几个点 然后呢 去挑 去挑最大值 是吧 等于里面最大的 最小值呢 就是里面这个最小的 但有人说 那最大的和最小的 可能有这个好几个 这也是有可能的 极端的情况下 确确实实 也有可能 但是一般的情况下来说呢 最大值一般只有一个 最小值点的 一般也只有一个 好 这是关于这个 有界必须见上 连续函数的 最值的求解 非常的简单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实际问题 它的这个最值 怎么去求 注意实际问题 实际问题 不是纸上谈兵 因为它肯定 是有的 既然给你出的话 肯定是有最大 最小值的问题 好 我们需要去建立 什么呢 实际问题 它的这样的一个函数表达式 这个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重要 尤其是一些应用题 它里面呢 比如说 面积最小 什么体积最大 比如说效用 什么经济类的 是吧 效用最高 所以你要找到一个 合适的变量 然后求出它的表达式 这也是一个基本的能力 这在考验里面 相当于是一个综合的 第一章和我们这个地方的内容的一个综合 另外一个呢 要去求它的注点 往往是唯一的 或者是唯二的 有的题目可能让你求最大最小值 有的题目呢 只让你求最大值 那它就是唯一的 最小值 那一般也是唯一的 那如果既让你求最大 又让你求最小呢 它就是唯二的 去求注点 然后根据实际情况 根据实际情况 去判断 这个注点呢 是极大值点 还是极小值点 极大呢 就是最大 极小呢 就是最小 这是实际问题 那有人说 什么叫实际情况 你完完全全可以让那个什么呢 让你那个注点的附近去做一做 你比如说 x等于某个某个某个x 心 是唯一的一个 是吧 唯一的一个注点 那你就略微比它早的大一点点 小一点点 看看它到底是 谁大谁小 你比如说 我在它的附近是这样的 或者是这样的 对吧 那我就立马就说 你是这个极大 那就达到最大 极小 就是最小 这是实际问题 实际问题 不用纸上谈名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 跟这个最值 有关系的一个证明题 这个需要用 它的单调性 那更重要的是 虽然用它的这个 最大最小值 尤其是最小值 因为它要大于0 对吧 照这个函数比0大的话 那肯定它的最小值 都应该比0大 OK 好 看一下这个条件 设常数 设常数B大于A 大于四分之B 看好 这个条件 其实是非常长的 非常深的 B大于A 大于四分之B 那实际上 B也比四分之B大 所以呢 实际上还隐藏着 这么个条件 对吧 因为B比四分之B大的话 B肯定是大于0的 OK 好 然后证明呢 这个X大于等于0的时候 看好 大于等于0 所以就是说 它的范围实际上 是在0到正无穷 整个的这个 右半轴上讨论问题 这也就是 在做证明题的时候 一定要搞清 它的这个 讨论的空间 讨论的范围 有很同学呢 这个 做证明题 根本就不知道 在哪里去设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范围 我对哪个函数去讨论 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证明这是个函数 这个题目 当X等于0的时候 这个FX是 等于他 就设这个FX等于他 然后去做 这个FX是 处处比0大 其实是这个意思 OK 我们这个 讨论一下这个FX FX呢 一看是一个三次 多项式 所以呢 不用什么说 立马就说 这个 它是处处可导的 是吧 求导 F1比X呢 等于6X的屏风 既然叫导数的应用 那你不求导 是肯定解决不了问题的 有时候求一切导 甚至都解决不了问题 OK 加上6倍的AB 好 注意这个AB的平方式常数 F1撇就它 那一看的话呢 这个可以做因子分解 因为我们要去求注点 所以因子分解也是非常重要的 用十字相存法 问题不大 对吧 把6起出来 好 注意这个B比A大 所以呢 它这个F1撇的图像啊 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A和B 是吧 然后呢 开口是朝上的啊 这个A没画好啊 叫做这点是A 这点是B OK A和B 开口朝上的 所以要看它的符号啦 这点很重要 所以呢 当这个X属于这个负无穷 负无穷到A 实际上呢 这个题目我们不需要去做负无穷 所以我们只需要做什么呢 0到A的时候 是吧 在0到A的时候 因为负无穷到A没有必要啊 0到A时呢 这个是F1撇呢 A 它是大于0的 是吧 而在这个什么呢 A到B的时候呢 看好图啊 这是F1撇的图像 千万别搞错了啊 因为同学这个 呃 画图的时候 根本不知道你画的是什么图 这是F1撇的图像 这个F1撇呢 是一个 呃 一元二次函数 是吧 那这样的话呢 F1撇呢 就是在中间小于0 啊 当这个B到赠无穷的时候呢 A 它这个是F1撇呢 是大于0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就得到一个 大概的一个图像 Fx图像就大概出来了 啊 它是先怎么样呢 先在0到A上是 单调增加 然后呢 在A到B上呢 又单调减少 然后又单调增加 对吗 这是0 这个横左标是A 这个横左标是B 好 你看 哇 在A到B 在0到B 这个B区间上 它的最小值 要么在这一点取得 要么在B处取得 那然后右边又增了 所以最小值肯定在B处取得 也就是说 我们马上有 看好这个图 啊 马上有什么呢 那这个Fx 肯定是大于等于 这两个值的最小值 F什么呢 0和F B 对吗 左边再点针 右边再点减 好 这样的话 最小值有可能是这个点 也有可能是这个点 是吧 这两个点 如果这两个点的话 都比0大 啊 这两个点还是都比0大 那我们这个题目就算做出来了 好 这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去 关关借鉴的 就去算这个F0 F0的 so easy 是吧 把0带你去的话 直接就是常数项 AB的平方 刚刚说了 啊 A是大于0的 四分子B也大于0 是吧 这样的话都是大于0的 啊 AB的平方大于0的 然后呢 去算这个 FB 好 这一点非常的关键 啊 FB的话 带你去算一下啊 2B的三次方 然后减去3倍的A加B啊 括号B的平方 然后加上6AB的平方 加上AB的平方 好 把这个图也拆掉了啊 好 大家一看 哎 减去3AB的平方 然后呢 加上7 是吧 这样的话 再减去3 就是负的什么 哎 负的这个B B的三次方 再加上4 是吧 AB的平方 好 我们简单写一下 那就是B的平方 乘以什么呢 4A 减去 B 好 注意B呢 A是比四分子B大的 啊 这个是大于0的 这个也大于0 OK 大于0 那F0也大于0 FB也大于0 所以马上得到啊 这个FX 是大于0 啊 OK 这样就 这完了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啊 这个有界必须接上连续函数的最值问题啊 怎么样去处理啊 以及呢 这个常见的这个实际问题啊 既然是实际问题的话 关键是找到它的目标函数 是吧 然后呢 呃 去讨论它的这个单调性啊 这样通过这个极致最值 我们就可以得到啊 单调性这个问题 呃 只是 是吧 一个什么呢 一个呃 局部的东西就行了 啊 因为这个 注点啊 对实际问题来说 往往就是它的最值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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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